我已經看了醫生 也很感謝很多朋友的慰問 現在我沒有什麼大礙 其實我昨天已經開始開會了 我看到在畫面上有一幕 你在樓梯掉下去 我看到達得挺有型的 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有些人看影片就說 會不會保安扯到你 令你掉了還是怎樣的 我相信保安都是一心想保護我的 而其實為什麼那時候會掉 因為上面應該有人淋水 令地上很滑 保安可能真的太心急 有一點用力打算推開我 或者拉我下去 令我滑傷 所以其實我也不會怪責保安 那個位置上面 更加重要的是 他們在我出境後 就不停拳打腳踢 又淋水 又淋水 又淋飲品 然後落到樓梯都不停繼續淋 這件事也是令到保安 可能會有些慌張的原因 可否重組當時出來的情況 你一出來 就看到很多人在等著你 他們有沒有向你喊口號 示威 剛才你形容 他們根本不是想示威 其實整個故事就是當我一落飛機 去到離境大堂 有得拿行李的位置 一直都是有些警察跟我說 外面有人示威了 叫我不如走特別通道 其實我已經一早就約了傳媒 在機場操作 其實我過去在很多場合 都是這樣安排的 譬如說我之前在其他地方 有些訪問回來的時候 都是在機場操作 譬如說黃之鋒 從泰國回來也是在機場操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採訪權 傳媒應該要有 這也是屬於新聞自由其中一種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安排到 讓我在安全的情況下 幫完威 我就很快就可以離開 他當時也答應配合這個安排 所以我相信警方 和機場保安的專業判斷 就是說縱市外面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激進的人士 但我相信他們可以做到完整的安排 就像過去在雨傘的時候 我上京的時候 其實他當時也有很完善的安排 也有在場過百個軍裝 可以隔開示威者 所以當時我一出境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只有機場保安 和便衣 所以沒有軍裝 當時有多少人 示威者有多少 保安有多少 便衣有多少 其實我沒有一個清楚的數字 30至50個 其實都是很多人 而機場保安有十多個 還有幾個便衣 所以當我露面 還沒有踏出禁區 他們就開始湧起來 當然不是衝進禁區 但封住的出口 就說不要讓他們走 有什麼行間走狗 賣過茶 這幾個字都被盜屬了 然後我走出去之前 其實都有幾個保安幫忙開路 那些保安其實都是很心急的 即是他沒有再判斷 即是沒有再臨場判斷 一來到就叫我快點走快點走快點走 聽他們的指示 一出去就已經再被反包圍 被那些暴力團火反包圍 雖然附近有幾個保安圍住 但中間也有很多空隙 他們就可以對我施襲 拳打一腳踢拉扯 然後沿途有多長時間 由我落到樓梯離開 其實我那時已經拚不到咪高 由我落到樓梯離開 大概10分鐘左右 那也挺緩慢 因為也挺激烈 其實是的 我一直走一直被 四五隻手拉了我的背包 拉了我的衣服 其實也看到我的衣服 背後是扯爛了 而且前面也有很多樓梯離開 整件衣服都是滿布的飲品 液體 所以我也會視乎這是挺嚴重的事態 警方不僅要從商人的角度去提 更加是否有組織的犯罪 如果警方真的要撤查 你要這樣倒破 大家才會對於之後 求大一人身安全有個安心 因為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也覺得普通的示威者 是不會這樣做的 即使他是愛國 即使他是不同意我們的行為 其實一個普通的示威者 一些建制派也出現 就是說這件事是不應該發生的 所以我不會覺得 這是普通的一個自發的示威 而傳媒拍到可能是有人受身受僱去做的 這是否警方循環的方向 我覺得應該連結過去很多事件都是類似的 其實要一平調查 你是不是提及過 覺得當晚警方的安排是有問題的 有失誤 我覺得的確的安排 是沒有辦法令我安全地 有我自己人身自由 以及配合傳媒做多採訪 其實我覺得這當然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因為你看回台灣 其實我台灣一入境的時候 即是一出機場大堂 都是有人衝擊的 都是有衝突的 那時候的人可能還更加多 但是台灣警方有了食人鏈 他也有安排一些貼身的 我不清楚是霹靡特警 還是機場保安 一些貼身的保護 這些很明顯是 比香港的警方做得更加完善 也會更加敏感 就知道其實真的會有危險 但後來警方有補充 就說到正如你剛才所說 有建議過你走特別通道 他們覺得意見就沒有獲理會 其實我是跟他們一直有溝通的 他提出了這個方案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已經在上機之前 約了傳媒在機場做駁咪 而這是一個常態 無論是政治人物或其他明星 機場駁咪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我也不想各位行家在這裡等了 可能有些人等了幾個小時 就空手而回 而我也覺得這是屬於傳媒 能夠在安全的情況之下採訪 而機場是一個香港保安最森嚴的地方 這樣也沒有辦法安排到一個 我能夠在公眾出入口 暢順進出 暢順接受傳媒訪問的機會 我覺得是說不過去的 附帶一提 其實當日也有記者說是受到襲擊的 而記者協會後來也發了聲明 嚴厲譴責任何使用暴力的人 促請警方要嚴肅 徹查有記者備襲一次 並且妥善保障記者的採訪權 看看這次整個行程 其實是不是沿途都由香港出發 到台灣那邊 我看到有些報道回來 你也不斷受到示威 是的 我相信台港兩邊的示威 可能是有關聯的 亦有可能是一些 共產黨的俄圍組織 正在操縱這些示威 其實這件事在全球各地 都是可見的 包括他之前去英國和美國 其實都遇到相關的狀況 這個情況都是幾年人擔憂的 我在香港機場出發去台灣的時候 遇到一些示威 但是那些我自己也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雖然他是不停用粗言諭語 不停是基於一些不實的指控去攻擊我 但至少沒有動手動腳 亦沒有上來做任何施襲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雖然那些行為很不理智 但我也不會譴責他們 或者是他們的確都是在示威 但是你去到台灣的時候 已經開始有衝突 一下機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黑衣人戴口罩 台灣方面有些新聞都會說他們是幫派分子 其實是黑幫 衝擊警方的防線 就嘗試過來揮拳攻擊我們 其實我也是被撞到的 幸好沒有什麼大礙 那裡有多少人到? 二三百人 二三百人 但是衝擊的可能只有幾個或十個 我也不太清楚 之後去到會場 會場就是 我們在大樓外面也有幾百名 那些愛國同心會 類似是愛字頭 還有一些疑似黑幫的成員 都是幾百人在那裡叫囂 也有衝擊警方的防線 警方其實也補了長盾陣 才能夠阻擋到他們 之後到我回到下塔的酒店 那一晚也有外國同心會 外字頭在外面巡邏 其實他們已經跟蹤到我們的酒店 在外面巡邏 又進來問 姓王和姓羅的人是否在這裡居住 其實已經是貼身恐嚇我們 我們也是有些行程因此而取消 而我們出入也是要跟警方安排 警方也有妥善地處理我們出入的安全 去到星期日的行程 我有一個行程是要去臨唱佐 即Freddy 其中一個立委的地區服務署 主要是看看他的地區服務 以及跟他談一談 我很關心電子競技產業的問題 一離開的時候 也有疑似幫派分子 就是丟雞蛋丟磚頭 就是丟石頭 也有警察已經制服了他們 因為我一出門的時候 他們就想衝過來 他們怎樣扔雞蛋 即是怎樣扔石頭 其實這個我沒有親眼看到 都是警察的那些 即是他們的伙計跟我說 其實他們都不明白 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反應 就丟雞蛋丟到整個牆壁都是 但你又不是在牆壁嗎 是的 還沒有在牆壁 也丟不中 也沒有受傷 但是整個過程就是不停有很多人想追擊 不停有很多人想攻擊我們 其實這件事回到香港後 我也不知道為何他們突然升級了一些行動 因為我去的時候他們就在那裡叫囂 在那裡說一些很差 也很不實的言論 但去到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種競賽的心態 就是台灣做到這麼激 香港就造激一點 就已經開始動武上來襲擊了 這件事警方要嚴性地關注 在台灣那邊 有時都看到他們的示威都很厲害 有否跟時代力量那邊談 剛才你說的那種 例如去到扔雞蛋丟石頭 是否他們都會平時用到 還是這次覺得是特別因為你們到來而升級了一些 跟那邊的警方 和那邊的時代力量那些 黨工去談話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是很不尋常的 很超出一般示威的範圍 有黑幫已經是一個很少很少見的事情 還要是這麼多人聚眾去衝擊 以及基於一些很不實 即是台港獨勾結 大家都清楚 我們都不是提倡港獨的政團 台港獨勾結 又說什麼賣國賊 這些言論去做這麼過分的攻擊 其實他們都會覺得太誇張 和很少見 即是他們都懷疑背後有人動員 是的 其實以我理解 台灣那邊的行政院和那邊的警方 已經開始著手調查 調查的方向 不是有沒有一個人兩個人出來施襲 更加重要的是背後是不是一個團火 是不是一些受僱黑幫行為 所以他們其實已經循循的方向調查 這也是香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 剛才提及過 你坐飛機離開香港 和回來都遇到示威 是不是同一群人 你有沒有大概印象 我認得當中一部份人是同一群人 當然我不清楚是否完全一樣 但至少是有一些共通的人物在裡面 但是看到他們的力度就不同了 後來他們對你強硬了很多 剛才看回他們不滿的原因 或者向你示威的原因 甚至後段你不認同為示威 可能是暴力襲擊你的原因 會否正是剛才你所說的那種 說你們兩地的港獨台獨勾結 可以多說一些你們的活動性質 其實是甚麼 在我們受邀的時候 時代力兩人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去做一個選舉的分享 做一些議會工作經驗的分享 以及一些地區工作特定議題的討論 所以我們在論壇上圍繞著我們的選舉經驗 包括姚重燕教授 他也說了他的勝選 就是代表帶著一些專業議政到議會 我也說了年輕人參政的方向 也說了一些議會事務 因為其實時代量和我們幾位議員 都是一個新興的政治勢力 我們也有一些共通面對挑戰和困難 我們如何一起去互相分享經驗去克服呢 亦有去到一些地區的服務處 以及跟一些當地特定產業的人去見面 我就關注電子競技 阿迪就去看反核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整個交流的過程 以及論壇的本質其實不是說什麼獨不獨立 不是說什麼很大的政治議題 反而是很多大家共同一些新興事力 在一個很大的政治運動之後 帶著很大的能量進入議會之後 大家共同面對的困難 所以整個論壇的性質不是這樣 而譬如我和其他兩位議員 其實都不是提倡香港獨立的議員 我們過去也很少觸及到這個議題 雖然對我來說 即使說這些政治意見的人 都不應該遭受到暴力對待 但是其實很多這些示威 我相信如果大家覺得整個文明社會 的基礎就是要建基於事實 其實他們做很多事情都在抹黑和造謠 那兩天的台灣論壇 根本就沒有說政見或討論獨立的事情 是非常之少 除了Q&A有人提出 大家可能會有少少討論之外 其實整個主體都是說一些 大家在議會上面對的困難和選舉 所以由一開始我們收到訊息時 都知道這個不是… 即是我們的判斷都不是一個敏感的議題 而其實台港兩地公民社會的交流 是很早之前已經開始 至少已經有十年的歷史 所以我們本身都認為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公民社會兩地交流 怎麼看這個風氣呢 你剛才從政 即正式入立法會 沒有久了 看到剛才開始 沒有久就遇到這種級別的示威對待 往後會不會影響到你發表政見等等 其實一直… 當我上任開始已經有很多波折 而我覺得這個也是… 中共它自己的統戰力度是增強了 打壓異己的力度也是增強了 其實也是延續著大陸對文化人士的打壓 所以對我來說 當然這些挑戰是… 都會對我帶來一定的困擾 但是我相信就是… 在這個狀況之下 群眾都應該會更加意識到 其實我們面對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而對我來說就是 最好的支持就是他們的對我信任和支持 而面對著一些真正人身傷害的攻擊 其實我也不會因此而… 會對我自己的政見是有任何的保留 我都依然會說我相信… 即是香港的市民需要從我們… 政治文化生活的管治層面上 是需要有參與的這種自決的概念和哲學 而我也不會因此而懼怕 跟任何外國的民間社會做交流 我相信這是我自己擁有的權利 亦是選民托付我 應該要淺衡的一些信念和價值 我是不會因此而害怕或萎縮的 那現在出入有沒有小心點 除了公開場合之外 剛才你舉了在台灣 也有些人會跟著你去酒店 回到香港會不會令到你日常生活中 也要調節一下 謹慎一點 其實我一向都會挺謹慎的 雖然我依然出入都是用公共交通工具 依然會去大眾多人的地方生活 但我相信普通的市民 他們會認知到即使政見不一樣 即使他們會罵你 但也不會有這種程度的攻擊 而我相信香港作為一個多元開放 和文明的社會 因為大家在干涉到政治人物上的生活 或者私人的空間上 大家有一定的節制和共識 所以我都對香港人 即使持不同意見的香港人 都是有信任的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些有組織可能是受僱的 這些暴力團火能不能夠倒破 這才是我關注到大家 安危上最主要的考慮 另外一點就是看到這次交流活動 有你 有黃之鋒 另外有姚松炎 朱凱迪 那些其他人有沒有遇到 這樣的規模的示威 有沒有看到針對四個裡面哪一個 其他人其實都是在機場的公眾出入口進出 那時候反而他們都是會有這些團伙 阻止他們前進 譬如說姚教授 他一走到機場就已經有人拉著環 阻止他們走 但又沒有攻擊那些 他之後通知了經文關係科 其實在我去到之前已經早就知道會有這些狀況發生 所以其他人都會比較安全 我會說會針對我的進出 而有這麼大的攻擊 黃之鋒回來也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也有人類似包圍了黨 但就不是攻擊 獨讀是你 是的 他們可能都覺得我比較好招呼 或者覺得要針對著我 其實也覺得這件事挺疑惑 但換過頭來講 只有我一個人受傷 也是一個不幸中之大行 其他人都可以安全離開 還有一句 就算意見不合也不應該掃諸暴力 最後還是你先和冠聰立法會議員跟你聊到這裡 我們有聽字新聞 議員羅冠聰說他在週末期間出發到台灣 跟台灣那邊的一個新興政團時代力量交流 但羅冠聰說到無論是出發到台灣當地的活動 甚至乎在他住的酒店 回來香港的時候都遇到示威 其中回來香港的時候 更加有示威者 羅冠聰說向他襲擊 看到他身上有些爪的痕跡 另外他也因為樓梯上有人潑水 潑到他全身濕透之外 也有一些在地上 他也滑傷了 也有一片雨霜 搭了落地之後 他就覺得這種情況 大家都需要正視的 17231 歡迎聽眾打來跟我們說一下 怎麼看現在這種情況呢 聽聽眾的意見 雖然有李小姐打上千禧年代 早晨李小姐 早晨 請說李小姐 我有兩點想說 我們經常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我不明白為何 那些議員去台灣會被人形容為是漢奸 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份 那為何會是漢奸呢 那他們說分裂 說他們分裂 他們說而已 那現在搞這些事情 是不是一樣是分裂 是不是 現在是搞分化 那第二點想說 就是機場的保安問題 我聽他們這樣說 其實警方早就知道有人去示威 那為何去示威 都不畫一個示威區給他 這個機場是一個國際的地方 我們國際大都會 有全世界這麼多人來來往往 為何不畫一個地方給他們示威呢 我覺得這次警方的安排是很特別的 就是不畫一個示威區 那這次說的是潑水 或者潑橙汁而已 如果他潑那些是熱言液體的 有人點火的 那時候那個場面是怎樣呢 這個場面給我想起 六、七年暴動的時候 林斌被人去放火燒車那件事 因為我想保安局要出來去解釋一下 因為我希望他不要棄答我們 就說這些是個別事件 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現在 一個這樣的黑社會組織 因為現在全世界最大的黑社會就是共產黨 我想問保安局是怎樣去對付呢 OK 多謝李小姐 質疑這次保安是否做得足夠呢 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接著還有下一個聽鐘就是陳太打上來 172311 其他聽眾都可以打上來跟我們一起談 怎麼看現在的情況 陳太你好 是 早晨 早晨 陳太 我就這樣看 因為這些場面 其實近這兩年 在香港真的見到很多 不是你罵我我罵你 你打我我打你 究竟這個前因是什麼呢 我想都要研究一下 因為站在羅先生角度 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 但是如果站在 譬如好像我看港大事件那樣 說又衝又成這樣 一樣都是這樣粗口極褲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站在哪個角度看 香港才可以讓人走回正路 就是再這樣爭論下去 我都不敢想像 可能沒多久 跟著不知道什麼選舉什麼 就是又來一次 那究竟為什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我老百姓想知道 想希望雙方是不是真的 不是你死就我亡 是不是香港已經到這個局面呢 就是永遠我講的事對 你說的事錯 兩邊都是這樣想 那沒得救了 那將會不停出現 或者脫除了立場那件事 先說 譬如大家在遇到不同意見的時候 可以談到什麼位置 應該說 我也沒得談 暴力就不應該接受 沒得談 因為永遠他站在這角度 你的事就是錯 在那邊的角度 你說的事就是錯 所以其實現在打了的列 越打越大越打越大 就是不是我們可以知道怎樣做 就是究竟我想知道 就是大陸那邊 他想怎樣對這幫人 這幫人又怎樣去 去跟大陸那邊 就是是不是已經是 現在其實已經是做到 是水火不用的了 你說任何事都是錯 雙方都是這樣 那究竟香港何去何從 我也不知道 因為看昨天羅先生那些情況 我覺得聯想他們很多事 其實不是單方面的 嗯 就是同樣他們去衝擊 圍著那些人 都是這樣 打警察都是這樣 都是不對 現在他受害了 他覺得自己是受害 其實對方不對 嗯 所以很矛盾 OK 我們這些真的很混亂 很想 現在政府接下來有機會換屆 會不會有出路呢 我想都沒有 都沒有 因為永遠那個特首 一定是中央 答應才可以讓你做的 他永遠都是 正在做中央想做的事 怎麼會有一個可以溫和的 我相信不會的 一雙情願而已 嗯 是的 所以我想這個局面 誰都搞不開 除非有些人很勇敢出來 說我要推翻大陸的中央政府 奪了他的權 那就足夠了 否則真的沒有足夠了 好 接下來有葉先生 葉先生 怎麼看呢 早晨 葉先生 早晨 請說 其實我覺得這次整件事 是有前因後果的 是 我覺得不能說這次的示威者 當然是我們不建議有這些衝擊 或者是暴力行為 這件事是 你舉起這件事發生之前 例如說立法會那裡的衝擊事件 嗯 或者是撞磚頭事件 即是跟警察裏面相對峙的事 其實很多次都是由他們開始發起這件事 即是香港很少這些事 那現在為什麼會有這一派呢 就是我覺得他現在做過一件事 現在剛剛法院裏面 判了一個 用鑽頭的一槍警察那裏 好像判了禁法令而已 那他就說坐了7天 然後判了禁法令 我猜接下來就是 就算抓到這些人也好 其實下一步就是法院裏面的法治 去一個挑戰的形式 到時候你看看公不公平 對我們是怎樣判 對這些人是怎樣判 就是這個定位 其實現在去到一個很怨氣很重的時間 還有法院那裏 可能真的一定要很忠狠 很中立 也都不可以受政治影響 就去判斷一個案件 如果不是衝擊重大 我舉個例子 可能這次送到一批人 判的刑可能判一個禮拜 或者十天的 其實多一點的時候 就覺得你這麼健康一些事 後果很嚴重的 其實我想在這裏 呼籲兩批的政黨 就是建制也好 泛民也好 其實為了香港 就是這個案件 真的不要以暴力 或者真的寧願在辯論 吵架也不要緊要 去判斷兩批人 最重要的是越定越明 就是真理 就是你越打 就是一個是破壞法治的東西 還有是沒有實安定 就是阻礙香港發展的東西 我希望兩批 真的有些建議性的 就算法民有些建議 或者建制派有些建議 是好的東西 支持一下 好像我舉個例子 現在是故宮那裏的話 其實就是個地問題 就算你去到哪裏的話 都有人反對 去到沙田也不反對 去到哪裏的 不如大家一起平心起和 定住這套 可以做到去化繩我們香港的怨氣 這個我也很重要的 謝謝 OK 好 多謝葉先生的電話 都說到 無論雙方不同意見也好 暴力始終這條線 就不應該如月的 大家爭辯的時候 不應該屬諸於暴力 多謝葉先生打上來 接下來我們先繼續開放 1723章117231 聽下下位聽眾黃先生的意見 又會怎樣看 早安 王先生 早安 請說王先生 他離開了 離開了 其實我開始沒想到 都會某程度上同情他 但聽他說完之後 我想有三個層次 應該有三個不一樣 反思回 第一 原來他不說我也不知道 原來他之前機場的警察 都作出了一個評估 叫他安排 盡量被現場 是 這一度 其實呢 我想呢 這麼小的國底 人家都會執法部門 都會有風險評估 其實他應該要讚上 讚揚香港的警察 第一樣 反過來 他仍然堅持為了自己 我不知道他怎樣 出幾人的嘴巴 說得好聽 這個新聞自由 都是的 明白 都是可以的 上駁米 但是人家很多政要的情況 某一些擇著情況 感覺到不適合的時候 安排給你 但是你堅持 這是第一 第二樣東西 想問他反思一下 為什麼去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為什麼令到那些 我想那些都是阿公 阿公輩來的 就是襲擊他那些 那為什麼他激使到 連這些人家 可能那些老師輩 阿公輩都出來 那麼激動 他要這樣 甚至乎衝擊潑水 他前因後果 他所做的一切 有沒有反思過呢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還有他 正如定中說 他自己 切身處地受害的時候 他有沒有調轉 好像剛才說的那樣 那些警察 或者其他的高官 什麼李國章 被人圍的時候 他有沒有譴責 那些圍許的人 那些學生 或者是激進 都不是學生 攀崖學生那些人 嗯 就是我自己覺得 他應該要 還有就是 他又說得很正氣 突然間好像明鏡 就是 國明會那樣 全部聯盟 說一定要 警方建設執法 盡快執控 他們不執不執 當他們犯法違規的時候 他們破壞 他有沒有聽過 那些時候 旺角的居民 炸車搵食那些人 或者開辦公那些人 在同學院那些 他們沒有聽說 那些霸佔 為什麼違法呢 規模性 資源的提供 又比這些更加高 20倍 8倍 他們會不會 將矛頭轉回 執法 警察那裡 或者政府那裡 我想羅先生 這次 真的要反思一下 為什麼他們去 我想分分鐘 除了 去美加 美國加拿大 如果他之前 所說的背後潛台詞 引致那些人出來 反對他 他真的要反思一下 當然打壓一定不對 坦白說 哪一邊打壓都不對 但是我覺得他和黃之鋒那些人 為何他們的議題會這麼激化呢 跟著剛才那位聽眾 好教士 都挺難喜歡 說了什麼 什麼 共產黨戰爭 最大的黑社會 你不會玩了 普京就是黑社會 中國的黑社會 OK 真的沒得說 OK 好 黃先生 多謝你的意見 說到希望他反思 聽到錢小姐的電話 錢小姐會怎麼看呢 錢小姐你好 我現在想說 我不說你是別中 即是兩方面 我是想說香港的 現在的情況 真的越來越 讓我們感覺很恐怖 為什麼呢 以前香港是 就算你怎樣示威 不會有一群這樣的人 你看到 一次一次這群人 越來越離譜 真的我 不是說幫羅冠聰說話 我是感覺到 自己聽過很多這些問題 真的收錢去做事 曾經在小巴也說過 喂 多少錢去哪裏示威 專門找哪些 我最不喜歡他們的建制派 專門找一些阿婆阿伯 因為他們不懂常識 有時候想著 有些錢 沒有東西可以去站下 不要利用這些阿婆 去做這些事 錢小姐有沒有自己 見到這些情況 還是聽回來的 不是聽回來 還有某方面 全部他們都是用那些叫做 掌心蕾 真是有親戚 婆婆被騙過 真的 所以他們不要做 還有我感覺到 真是 你看到他們那幫人 你就算那邊人來示威 人家那些人 坦白說質素是高很多 就算是野蠻 都不會出到昨天這樣 之前那些示威 全部好像法官人家遊行 你就在罵人 又說錯話 你看看那些是甚麼人 你說不是受錢 我批個頭給你這個人 這件事最重要 我不愛你是甚麼派 我要香港好像以前那樣 因為香港以前怎樣不好也好 沒有這些情形 沒有說 九七後越來越多國內人 我不是歧視他 而是你國內人下來 真的影響香港很多的生活 你出到哪裏 都是他們那些做的事出來 是他們才做到 真的香港人不會做這些事 OK 為何這些人這麼反感去他們 就是他們真的 不要說只是香港人做 而是香港人納稅人的錢 你就會找那些人來做事 你香港人的錢這樣去花 你知不知道真的 很多都是用錢的 不用錢不是請這種質素的人 好 多謝了錢小姐 就懷疑可能背後有金錢的交割 示威者未必動機那麼純粹 多謝了錢小姐 接著有朱小姐 聽聽朱小姐怎麼看 早晨朱小姐 朱小姐可能走開了 不要緊 我們休息一會 大家可以繼續打理 賺到氣質素的人 天氣年代 周知 有朱小姐 周知 運送途中被香港海關截到 後來李顯龍寫信給梁振英 希望歸還裝甲車 這件事已經很一段時間 裝甲車已經在11月、12月 11月底 12月6日海關已經把裝甲車 原本在戶外搬到屯門倉庫 看到今次新加坡那邊正式來封信 在香港歸還裝甲車 究竟作用有多大 這件事會否成為外交風波 請來一位嘉賓跟我們分析一下 請來的是很熟悉新加坡那邊的情況 有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 公共政策學院碩士鄺健銘 早晨 鄺健銘 早晨 可以說一下你怎樣分析 為何香港到現在還扣著新加坡的裝甲車 不知道怎樣處理 其實香港官方到這一刻都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說法 而在新加坡當件事發生了之後 聯合早報或其他新加坡媒體 都會說到香港扣留軍車事件的背景 首先軍車是經過廈門 廈門又發現了這些軍車 但是沒有扣留方向 但是有通風報信給海關 如果你看BBC的報導 甚至說有中國的間諜去通知香港海關 現在我們所知的軍車扣留事件 如果要理解這件事的話 就是需要扣連回 近來終身矛盾升溫的背景 所謂終身矛盾就是 去年8月總理李顯龍 首次正式說 美國原來在國會 國會群眾大會演說裡面 都有很清晰的立場 形象是比較親密的 至少兩國的言論都開始升溫 所以在新加坡報導裡面 都有學者說 今次香港軍車扣留事件 因為在終身矛盾的背景之下 中國用一個比較有迴旋空間的形式 向新加坡警告 這種越來越親密的生命關係 但是現在新加坡的做法 就是寫封信給特首梁振英 這個做法其實有沒有什麼巧妙之處呢 這個做法是令人聯想到幾年之前 連香港的前特首前行政長官 張勇權打電話去菲律賓總統 之後引發了一些爭議 就是說 人的政治地位不對勁 不應該這樣做 這次李顯龍作為一個國家領袖 退信給一個 在不少人眼中的市長的行政長官 是一個比較不同的做法 如果去年剛才說的 終身矛盾的話 你都可以視之為 新加坡利用一個比較有迴旋空間的形式 向中國發出一些訊號 發出一些訊息 或者表態 但是其實這件事都可能涉及外交 那其實香港這邊能不能夠單方面處理到呢 其實最終可能都要向中央那邊 看看他們怎麼建議 是不是 是的 但是這件事都看到 香港一國兩制 對國家而言是有彈性 有外交援衝的作用 那也會令人想到幾年前 當不單跟中國 還沒有正式建交的關係 他會在香港 經常在一個民主領事館 又或者 都可以跟當時 紫樂斟來香港 巡頭政治庇護的事件 去做一個對決 這次他的論述就是這樣 看回新加坡國防部長王永宏的說法 他就說裝甲車根據國際法 是新加坡政府資產來的 受主權滅權保護 就不受國外任何的措施約束 其他國家不能夠行使法律權利 去扣押或者抹收這些裝備 這種說法其實在國際上 你覺得算不算是有說服力的呢 就算不說國際法 剛才說香港官方似乎都沒有一個 很有說服力的說法 為什麼可以扣留這些軍車 為什麼有幾個問題可以問的 比如第一點就是 新加坡媒體有引述 全真社的說法 如果貨物不下地的話 是不需要申報的 為什麼現在這些軍車會避下地呢 究竟所謂的依法辦事 是在依什麼呢 第二點問題 就是你看環球時報的報導 就是環球時報的報導 它有引述的 新加坡政府以往都是用一種商業的方法 去運回這些軍車 回到新加坡 那所謂的出業方法 是不是都是經香港呢 如果經香港的話 為什麼以前股市現在有事呢 第三個疑問就是 檢查如果這些軍車這麼有問題 就說廈門又發現了 先帶人而放行 去到香港才透漏呢 而且這個過程 是涉及到中國間諜 好像某些報導所說 嗯嗯嗯 是的 就此種種 其實在這個 剛才你說中國和新加坡之間的關係 上面 其實中國可以在這次的 這件事件當中 帶來什麼籌碼呢 你又覺得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 那個背景 剛才有說過 就是新中矛盾 是涉及一個南海爭議 嗯 而所謂的南海爭議 新加坡的立場 看上去就是在中國 某一些民眾主義者眼中 或者官方眼中 比較親密 原因是因為 新加坡的立場 是他支持 一個以國際法為依據的 一個南海仲裁官 他以黨求力量的做法 去解決這個爭議 而且他也都 在新加坡裏面 總理的影片 在剛才說的國會 國慶群眾大會 演說裏面也有說 支持美多 可以在亞洲裏面 去拼衡中國的力量 你好 各位 是 聽著 是 聽到 是 其實這些言論 都會令到中國很敏感 所以先會有新中華人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 有這些軍車事件 會發出一個大問題 就是中國如果 在外交上 會越來越進取 越來越令到其他國家 有壓迫感 不見得這件事 會令到中國 認出什麼籌碼 嗯嗯 但是經歷這次 拿著裝甲車在手的時候 會不會可以 給到新加坡 多一點的壓力呢 新加坡有一件事 可以看到它的立場 有兩件事 第一點就是 在《鬼合時報》 會看到 無論是外交官員 或者是一些很出名的學者 都會寫文章 說雖然中國 和新加坡的文化淵源 但是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 有自己的立場 有自己的想法 不一定要 自視而見 在中國那邊 在外交立場上 要下下支持這個中國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或者是新加坡也都不會 下下 在這件事 會容易向中國 因為一個小國 都要講求 在一個生存中間 另一個例子就是 TPP 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也都有講過 TPP 就算摸美國產品 也不會繼續 這個也是另一種姿態 告訴中國 其實新加坡會想 尋尋其他的方式 不會只是 以中國為中心去發展經濟 就好像在11月 秘魯的ATAM會議裡面 例如總理李顯龍說得很清楚 他不相信這個世界有中統之國 他的英文用字就變成經濟 嗯 嗯嗯嗯 好啊 現在發展到這樣 相信其實背後 可能雙方 或者中國和新加坡等等 背後都有這些 交換意見 怎樣解決這件事 現在出封信 這個象徵住 是不是這件事 有沒有一些啟示 說快結束 還是還會拖輪呢 其中一個可以看的案 是在12月 即是發生了這個軍車扣樓事件之後 中心雙邊合作 聯委會的會議是中斷了 所以你可以見到 中心好像會有一些評論所 已經是去到一個新兵 嗯 嗯 那出封信有什麼好處 現在 會不會可以 就是叫做什麼 還會拖輪呢 還是沒有事情可以做之後 唯有寫封信吧 有一個回說空間去 向中國表態 即是新加坡現在可以做的 都不行 嗯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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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